我喜欢穿白色小短裙,永远是粉白系,所有人都说我乖甜 他染了一头红发,桀骜且脾气差 他是哥哥的好兄弟,每次见面我都躲在哥哥身后跟他打招呼 生疏又拘谨,没人知道我喜欢他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大二暑假,爸妈出去旅游,我只能去哥哥的公寓 这个点哥哥在上班,但我知道他公寓的密码 我推着行李箱打开了门,却听见里面有人冷笑着在说话 要不让你为出生的弟弟妹妹来打吧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回炉重造了 熟悉的声音,我脚步一顿,听出来了 是他 沈一白是我哥的好兄弟,从初中完到现在 我知道他们关系一直很好 但是没想到他在我哥的公寓中 沈一白高中去打电竞,现在退役是个游戏主播 刚刚那声音,肯定是在直播骂队友呢 我一听就懂,因为我天天看他直播 是他的榜一,没人知道 我放轻动作,去了哥哥为我准备的房间 依旧是粉白色系,一堆玩偶的温馨房间 我没打算过去打扰他 可是没等我收拾好东西,房门就被人敲了敲 转身一看,沈一白懒洋洋的已在打开的房门上 狭长的眼皮向我,不是说晚上到吗 显然哥哥提前给他打了招呼,却没告诉我 不知道为什么,面对他总有点心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喜欢他的缘故 摄友都走了,我就改签了 我轻微设恐,但又喜欢跟人一起待着 沈一白摸出手机看了一眼,三点钟 他挑了挑眉,饿不饿 他像来跟我亲哥一样,拿我当妹妹似的照顾 我点头,等一下点的外卖 他吃笑一声,你沈哥就在眼前,还有点外卖 你还会做饭吗 我眼睛亮亮的看着他,有点惊喜 我一直觉得,他懒洋洋的 除了游戏没有别的兴趣的样子 沈白懿抬了抬下巴,等着 说实话,我对沈一白的厨艺没抱什么希望 直到看见餐桌上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你居然真的会下厨 我拘谨的坐了下来,有些不好意思又意外 他哼笑一声,吃着吧,我上份去了 我吃着他煮的面,看他长腿一迈 两三步就跨了上去 这半年我在上学,只能去他直播间看看他 别的女粉能肆无忌惮地叫他老公 我却连打下这两个字都面红耳赤 我觉得我没救了 他在楼上直播,我在楼下一边吃面 一边偷偷点开了他的直播间 他刚重新开播,粉丝们在弹幕上问他干啥去了 他不像平时那样冷着个脸拽得要命 反倒是挑眉笑了一下 怕朋友家呆呆的猫饿死 特地压低了声音,我在楼下一点没听见 弹幕都在好奇小猫有多可爱 让他为完猫回来后脾气这么好 他垂眸点开了一把游戏,意味不明的笑 是挺可爱的 他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 震得我的心砰砰直跳 哪里有猫啊,只有我 晚上哥哥回来了,疲惫又歉意地对我说 我明天要飞去美国出差 等我回来再陪你玩 接着他对一旁的沈一白交代 让他照顾好我 我看见他不在意地恩了一声 背对着我们继续做饭 哥哥还在嘱咐我少熬夜 我却一点也听不进去 一想到要跟他独处半个月 我低着头,有点期待又紧张 沈一白,照顾好我妹 不然我回来给你赶出去 饿死他 他猎声对我哥 我哥被气笑了 走过去做事要揍他 两个人闹了两句 我在饭桌前看着他们笑 有点羡慕哥哥 我好像做不到跟他相处这么自然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 哥哥已经走了 看了眼手机上他不放心地交代 我洗漱之后 去楼下泡了泡面 刚吃一半 沈一白就下楼了 之前我哥说他起床气很大 我看着他一脸力气烦躁的样子 吞下打招呼的话 默默埋头吃面 没敢吭声 小碎碎 你不太礼貌 我呆了呆抬头 在他不满的目光下 不好意思地一笑 早呀 他凑了过来 嫌弃地看了一眼 没营养 明天叫我起来煮 就像是特地给他说这么一句一样 说完人就上楼了 我疑惑地看着他高手的背影 他特地下来就为了对我一句 不过沈一白向来脾气不好 我也就没多想 中午 沈一白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下楼做饭 我在客厅听见动静 不好意思地开口 不好意思啊 沈一白 麻烦你了 他吃笑一声 头也不回地冷哼 哥也不叫 小心我饿死你 我在后面听了直笑 沈一白胸归胸 但嘴硬心软 你不会 他的背影似乎愣了一下 然后端着菜过来 饿声饿气地说 滚过来吃饭 他很凶 但他做饭很好吃 每天到点下楼吃饭 就是我跟他这几天的唯一交集 虽然没跟他说上几句话 但我特别开心 每天都能见到他 他带着围裙做饭的时候 我拖着下巴在后边看 偷偷举起手机 拍他的背影 我跟他没有合照 只有一些参加哥哥聚会时的大合照 我全都存着 还有这些年偶尔的偷拍 手里轻点了一下 屏幕一闪 顿了顿亮起闪光灯 我吓傻了 在他回头的时候 手忙脚乱地把手机转过来 你在干嘛 他手里举着锅铲 帅气的脸很臭 我支支吾吾地举了举手机 自 自拍 也不知道他信没信 拧着没看了我好一会儿 才转过身继续做菜 我松了一口气 连忙把手机闪光灯关掉 可恶 什么时候开的闪光灯 我还在懊恼 心虚地没敢抬头 所以也没看见他 给我哥发了条信息 你妹在告状 那边秒回 碎碎乖得很 他才不会告状 他冷恒反驳 一点也不乖 他甜甜地叫所有人哥 唯独不叫他 那边像是无奈了 停顿了一下才给他回 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 你讨厌碎碎呀 所有人都喜欢他 说他乖 只有你觉得碎碎不乖 刚好菜熟了 他常好放到桌上 粉白睡衣 一看就很软的女孩子 在他的视线下 乖巧地盛了饭 然后看着他眨眨眼 像是在问他 能不能开动 他哼笑着 吐出一个字 是 我朝他笑了笑 家里一块可乐鸡翅 萌萌地夸 沈一白 你做的可乐鸡翅真好吃 我特地放轻了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是撒娇 有点尴尬 我们还没有熟到 可以像他撒娇的地步 他好像唇角翘了翘 可是语气还是凶巴巴的 好吃就快吃 废话这么多干嘛 像是炸毛的猫 我惊讶地发现 沈一白居然很吃夸夸这一套 刚觉得沈一白 被我夸的关系融洽了一点 晚上就见他不耐烦地下楼了 看见我居然在楼下 他没眼间的力气 似乎散了点 出去一趟 晚上给你带饭回来 他甩了甩手中的车钥匙 乖乖点头 沈一白瞥了我一眼 似乎对我的听话很满意 脚步都轻快了一点 晚上他回来 给我带了带焦饭 他急匆匆地上楼直播 脸色依旧有点差 我有点好奇 但是不敢问 于是打开了他的直播间 我听见他黑着脸打开了摄像头 沉默了一下才跟弹幕说 公司要求的 今天打双排 他实力很强 直播向来是单排 一人带飞 偶尔会跟前队友 还有关系好的男主播 打打双排 没等我跟粉丝们反应 他也不眨得同意了 但脸色依旧很不好 那边女主播开了麦 是甜甜腻腻的声音 弹幕上有粉丝在科普 他也是游戏区的主播 除了他 我不怎么看别的游戏主播 不认识也很正常 可是他跟别的女孩子双排啊 尽管知道这是他的工作 但我还是有点不高兴 他们开局了 我一边吃饭 一边听他们说话 实际上 一直是女主播在说 他根本不搭理人家 那女主播的粉丝还挺多的 见他态度这么差 就在弹幕骂他 我们家双双这么甜 死直男摆什么臭脸啊 心疼双双 倒走我家双双 臭脸男别来沾边 弹幕一片乌烟瘴气 女主播那边似乎没受到影响 还在撒娇求他让蓝 甚至游戏角色都已经跑到他身边 结果他面不改色地收了蓝 头也不回地帮边路抓人去了 弹幕滚动得更快了 他瞥了一眼屏幕 吐字如今 你拿来没用 自家粉丝都在哈哈刷着直男 女主播那边的粉丝气得抓狂 沈一白的很多老粉都知道 他毒蛇随心所欲 所以他不让蓝也没觉得奇怪 像是他干出来的事 弹幕骂得好凶 我有点看不下去 刷刷地丢了好多特效礼物 弹幕都在刷榜 一姐姐好久不见什么的 他也看了两眼 冷淡地说谢谢礼物 我低头吃着他带回来的饭 得到他一句谢谢 高兴地弯了眼 一局游戏很快结束 也不知道是不是女主播察觉到了 他过于冷淡的态度 找了个借口 说不打了 他的脸色在女主播走后慢慢缓和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有多嫌弃别人 弹幕都在哈哈大笑 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软妹 沈一白平常不会回应这些 但今天他看着弹幕停顿了一秒 喜欢 弹幕停顿了一下 然后刷得更起劲 喜欢什么 原来你喜欢软妹 那你还对双双这么凶 他吃笑 那也算软妹 他想到在楼下的女孩子 他吃东西慢吞吞的 很像网上刷到的那种 兔子仓鼠近视视频 很乖 他们都没他吃得好 就是偶尔不乖 又怕他又不喊他哥 原来他是喜欢软妹的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 想了无数种 让唇角弯弯的可能 可要是他喜欢我 怎么可能这么无动于衷 前两天 哥哥还给我发信息 担心我们俩关系不好 让我少去他眼前晃悠 我叹了口气 把吃完的饭盒 打包丢进垃圾桶 没过两天 他做了早饭之后 又要出去 依旧是说好 给我带午饭回来 我想说 其实我可以自己点外卖吃的 但他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说完就出去了 中午吃了点零食 后来等得有点无聊 就想打一会游戏 一上线 收到了好多个组队邀请 我挑了室友的同意 没想到 在我进来之后 他又拉了我们社团的学长进来 学长人挺好的 对我们很照顾 但我看得出来 对我有意思 平常我都回避着 明里暗里地表示拒绝 没想到今天又撞上了 还没跟碎碎打过游戏呢 学长笑着先开了麦 室友直接点了开始 学长的游戏技术不错 拿下三沙之后 我跟室友笑着夸他 三沙爷 学长好棒 公寓门咔嚓一声响了 我刚说完 就跟拎着饭盒走进来的 沈一白面面相去 手机里 学长还在谦虚地说 还好还好 然后清晰的声音传出来 碎碎快来拿篮 我看见沈一白明显地黑了脸 挑眉将饭盒放到我面前 我对着麦说了一句不用 连忙把麦给关了 你回来了呀 他冷笑了一下 废话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 他就突然逼近问我 小碎碎 你是不是恋爱了 莫名其妙的 但我觉得他的话很危险 我慌忙摇头 不想让他误会 我跟室友 还有一个学长一起玩的 都是朋友 他好像松了一口气 伸手揉乱了我的头发 狠狠地警告我 最好是没有 要是有 小心我告诉你哥 我的心跳得很快 在他上楼后 手机里学长和室友问我 怎么不说话了 我莫名地低头笑了一下 开麦跟他们说不打了 我觉得 他好像有点在意我 当天晚上 吃完饭之后 沈一白突然问我 要不要一起打游戏 我呆住了 除了哥哥在的时候 拉我们一起 我跟他还没有 单独一起打过 而且他吃完饭后 一般都会直播 你不直播吗 他不紧不慢地 倒了杯水 播 你介意吗 他的粉丝们 不是都说他没品 连双双那种软妹 都不喜欢吗 他就要给他们看看 到底是谁没品 我很紧张 但是机会难得 不介意 他上楼 我拿着手机 跟在他后面 心扑通扑通地跳 第一次进他的房间 干净整洁 他一会儿就调好了设备 然后告诉我 他开直播了 我躲在摄像头 看不见的位置 轻轻地N了一声 莫名有种羞涩感 像是在背着粉丝恋爱 虽然还没有 他的卖收音效果很好 粉丝应该听见了 问他身边 是不是有其他人 嗯 今天带朋友的妹妹上份 弹幕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听见他笑了一下 我好想点进他直播间 偷偷地看一眼 可是我不敢 开局了 他段位很高 我怕被队友骂 拿了个辅助英雄 这一整局 我过得紧张又魔幻 听着他轻烈的声音 跟他说了一整局的话 跟我 把蓝拿了 我来接你 别怕 等我来 是因为坐在他旁边吗 我竟然觉得 平常在直播间里 冷漠的人格外的温柔 一局结束 他抽空看了眼弹幕 心情似乎很好的样子 妹妹比那个女主播甜多了 你们说的对 是朋友的妹妹吗 真的不是女朋友吗 嗯 朋友的妹妹 朋友的妹妹 我握紧了手机 方才忍不住的那点窃喜 瞬间消失了 打完回房间前 我收拾了一下心情跟他说 明早不用特地起来 给我做早饭了 沈一白刚关掉设备 回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为什么 我不敢看他 拿着手机跑了出去 没什么 就觉得太麻烦你了 刚刚打游戏的时候 还好好的 沈一白看着女孩出去的背影 不着痕迹地皱了眉 第二天我下楼的时候 果然没看见人 心里那一点点的期待 瞬间跌到了骨子里 他向来叛逆 从没见沈一白这么听话过 我垂了眼 有点失落 磨磨唧唧干嘛呢 吃 正当我慢慢吞吞地 走到厨房门口时 他推门出来 骨感好看的手上 平稳地端着一碗面 我不免露出几分欣喜 你怎么 话没说完 他伸手将我按坐到餐桌前 你有多讨厌我呀 鼻碎碎 语气特别不好 像是隐忍着怒气一样 我扭头看着他 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讨厌他 他恶狠狠地揉乱了我的头发 喷的一声 将装了面丁碗放到我面前 声音不大 但动作吓人 他故意的 我这双手多贵 你知不知道 天天给你做饭 还嫌弃上了 凶巴巴的 我委屈得软了声 没有嫌弃 没嫌弃 昨晚为什么这么说 好不容易熟悉一点点 又要被他打回原形 他沈一白是个不服输的 打游戏的时候逆风翻盘 最能激起他的兴致 对他也是 他向来喜欢速战速决 唯独在他身上 温温吞吞 生怕露出一点 他就跑了 你直播很累 给我做顿饭 又要去补觉 很累的 沈一白 昨晚除了一点赌气之外 的确是觉得他辛苦 没有必要起这么早 给他特地做饭 他文言吃笑一声 俯身恶狠狠捏了捏他的脸 我乐意 他总是这样 看着很凶 其实一点力气也没用 我捂着脸躲开 抿了嘴有点嫌弃 好得不学学坏的 我哥从小就喜欢掐我脸 惹哭我好几次 还是乐此不疲 长大之后好了一些 但偶尔也会捏他脸逗逗他 他从来都是在一边 看着他们兄妹俩闹 没想到将这也学了去 沈一白笑了一下 起身上楼 离岁岁 中午见 我N了一声 埋头吃面 也眼下了翘起来的唇角 更喜欢他了 今晚有空吗 这天 吃完饭 他又很主动地开口 有 怎么了 离哥哥回家还有十天 在他说 自己乐意给我做饭之后 我们相处融洽 但也只有在吃饭的时候 看个电影 他从兜里摸出来两张电影票 我惊讶地看着他 阿里生 他稍有些不自在的清壳 随后依旧是那副很拽的样子 我朋友买的 但他们有线下活动 票给我了 话是真的 但票是他看见群里 他们的聊天之后 主动要来的 也不算骗他 看电影 跟他一起看电影 我不争气的心 又开始砰砰乱跳 想也不想地回答说好 既不可失 失不再来 电影票上的时间 是在晚上七点 我洗了个头 在房间化了个尾素颜妆 才下楼 今天沈一白穿着一身休闲的白T 微长的红发 显得他慵懒不羁 而我 穿了小白裙 长发特地卷过 背了个黑色的包包 莫名的 好像有点搭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情侣妆呢 我悄悄弯眸一笑 走吧 他盯着我看了两秒 这才跟上我的脚步 沈一白很高 183 比我高一个头 所以并肩走的时候 我老是忍不住偷偷看他 他这么高 在他怀里 一定很有安全感吧 我悄悄地笑 不经意看见他唇角 居然弯了弯 我气恼得低头叹气 别笑了 再露出这种表情 我又要觉得 他喜欢我了 上车吧 他贴心地为我拉开车门 我朝他填笑着上了车 车内很安静 我有点紧张地直视前方 他似乎察觉到了 好看的手点了点放了歌 黎岁岁 你哥说下周一回来 我疑惑地侧谋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 到底他是谁的哥呀 他给你发信息 看你没回才跟我说的 沈一白笑着伸手过来 但是又停顿在空中 像是想揉揉我的脑袋 但是看见我精心卷的头发 又收回了念头 你还怪好嘞 避免了顶了一头乱发 在电影院的惨案之后 我朝他轻哼一声 低头翻看手机 还真是 昨晚给哥哥发完晚安之后 我就睡着了 手机停留在聊天框 起来就顺手给滑掉了 我这样说着 身旁的沈一白哼笑一声 握着方向盘 专注又慵懒 怎么不给我发发晚安 他们俩那聊天框空荡荡的 置顶了这么久 一条消息也没有 你不就在楼下吗 发什么晚安 我掩盖住 那一丝丝窃喜说着 哥给你煮了这么久的饭 以后给我发个晚安 不过分吧 他得寸进尺的挑眉 哦 我轻声乖巧地硬整 转头看着窗外路过的车 没让他看见我开心的神色 沈一白看着他 露出纤细白皙的脖梗 谋色不明地笑了笑 今天看的是不喜剧 两人检票进场后 灯一下子暗了下来 身边人的存在感 却加重了不少 我借着电影开头的微光 偏头看了他一眼 沈一白恰好瞥了过来 然后好笑地扭着我的头 看向荧幕 看我干嘛 我比电影好看 换做平常 我都会尴尬地 甜笑一下敷衍过去 可是他扶在我紧后的手 有些温暖 让我一时没忍住硬了声 嗯 电影开始了 轰隆一声的雷雨 将我细软的声音掩盖 我觉得 他应该没听见 没听见就好 我安抚着刚鼓起来的勇气 低头喝了一口可乐 看向荧幕 电影很有趣 全程整个厅里都在笑 突然镜头一转 大喜大悲对比强烈 一瞬间 眼泪就掉了下来 可是在他旁边 哭好丢脸啊 我忍着声 默默地吸着鼻子 傻子 哭什么 他递过来一张纸巾 我没有 然后时胜地接过了纸巾 他闷笑 应该是抬手去拿饮料 结果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 我僵住了 本想喝口可乐缓解一下 没想到刚刚哭得太沉浸 一下忘了我的可乐在右边 不好意思啊 沈一白闷嗡了一声 但我听出来 他应该在笑 笑个屁哦 我狠狠擦了擦眼泪 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眼妆 生气 但是不小心碰到的小举动 似乎让我们之间的氛围 微妙地变了变 从电影院出来后 沈一白突然接了个电话 我看见他皱了眉 然后低头问我 我朋友让我们去吃宵夜 去不去 是我前队友他们 拒绝的话到了嘴边 然后眼睛一亮 是阿萱弟弟他们吗 林轩是他们站队非常火的弟弟 因为长相奶狗 粉丝们都这样叫 沈一白一瞬间有点后悔 拉了脸N了一声 去呀去呀 我社友特别喜欢阿萱弟弟 等我去了偷拍一张 再要个签名 我盘算得很好 一脸都迫不及待 完全没看见他黑下来的脸 他们宵夜的地方 在一个烧烤店 按着他们给的包厢号找过去 到了门口 我才觉得有点紧张 怎么 刚刚不是很迫不及待吗 他脸色臭臭的 我扯了扯他的袖子 要不咱回去吧 我社恐又发作了呜呜 勾了个特别帅气的笑 然后抓着他的手腕 推门进去 沈哥来了 哟 真把咱妹妹带来了 女孩子的翘生生地 跟在沈一白身后 听见他们的声音歪了歪头 露出一张白皙精致的脸 尤其是那双性眼 又亮又软 WOC 咱妹妹这么好看 他朋友刚说完 就被沈一白瞥了一眼 众人瞬间收声 谁是你们妹妹 别乱汉 语气冷冷汹汹的 听了我怪不好意思的 我跟着沈一白坐了下来 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你们叫我碎碎就好 好嘞碎碎 我们随便点了些东西 你看看还要加点什么 我忙白手说不用加了 结果沈一白手一身 拿到了我面前 旁边人几眉弄眼的在交流着 这就是沈哥喜欢的女孩 原来这么好看 怪不得总是藏着掖着的 沈一白皱眉瞪他们一眼 细细碎碎议论的声音顿时消失 我也松了一口气 隐隐约约听见些字眼 拼凑起来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是不识字啊 挑这么久 他微微叹了口气 对人的语气偏偏有些无奈 啊 要不你来挑吧 我连忙把菜单推给他 沈一白毫不客气地接过 看似随意点了一些烧烤 但都是我爱吃的 点好东西之后 我拘谨地抓着腿上裙子的布料 后之后觉得有点尴尬 不是听说林轩在这很开心吗 需要我帮你叫他 他故作体贴地凑近说着 暧昧的气息落在我的颈窝 我下意识躲了一下 是我室友很喜欢他 我小声地跟他说完 他挑了一下没 你不喜欢 沈一白的目光突然变得危险 很有压迫感 我扶植心灵 生平第一次带着胆子 指示他的目光 你是哥哥的朋友 要喜欢难道不是应该喜欢你吗 喜欢你 周围包间吵闹 身旁都是暗戳戳看着他们俩的队友 我下意识加重了这三个字 我既希望他听不出我的试探 又希望他能回应我的试探 哈 那倒也是 既然如此 那你还是喜欢我吧 他看向我的眼睛像是一汪幽泉 让人猜不透其中的情绪 那双修长的手在我发柄顿了顿 似乎在犹豫 但一秒之后还是忍不住 将我精心疏的高炉顶弄他 然后语气如以往一般恶劣 我比他们强 我比他们强 所以还是喜欢我吧 我抿了个强忍怒火礼貌的笑 把你的手拿开 知道我为了这个高炉顶折腾了多久吗 沈一白一秒 从那副猜不透的表情里脱离 他慵懒地靠在凳子上 懒洋洋地看着我 兔子要咬人了 我瞪他 他又将我的发顶揉乱了些 才慢吞吞地搭到我的椅背上 别人看起来像是他搂着我一样 这个混蛋 在他撇来的笑意中 我挪开目光 脸红了红 知道我摄友喜欢林轩 告别时 沈一白让他给了几张签名照 还说好了 有空跟我室友一起吃饭 我满意地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室友 然后收到了他的满屏尖叫 吃完烧烤之后 我们俩回到家 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 我困得有点睁不开眼 一进门就直往楼上去 结果刚到楼梯口 我就被他握着肩膀 转了个弯 我迷迷糊糊地看着他 怎么了 他微微低了头 失笑 记得今天答应过我什么吗 脑袋转得慢吞吞的 我迟钝了好一会儿 才眨眨眼 晚安 今天去电影院的时候 答应每天要给他发晚安 沈一白听着音困倦而软乎乎的声音 满意地笑了笑 又握着我的肩膀 将我转回了房间的方向 去睡觉吧 离碎碎 我回头没什么杀伤力地瞪了他一眼 速速回房睡觉 沈一白看着我的背影 在背后笑意无限扩大 哥哥比我们俩预料的还要早回来 那天我们还在楼下吃饭 大门啪哒一声 哥哥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地进来 看见我们俩相安无事地在吃东西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们没打起来就好 我哥第一句话就给我们整猛了 沈一白更是冷笑一声 怎么 怕我把离碎碎吃了 我哥白了他一眼 我笑着看着他们 不紧不慢地去给他拿了套碗筷 就你对他有偏见 我担心不是很正常吗 我哥的话让我动作一顿 然后探究地看向沈一白 他对我有偏见 沈一白对上我的目光 不着痕迹地偏了头 真有偏见我还辛辛苦苦苦 做这么久的饭 他否认了 我很开心 哟 咱沈哥还学会撒谎了 上次还说碎碎不乖 我气恼地瞪沈一白 坏人 估计是最近跟他熟了 我三两下把饭吃完 走之前特地瞪着他哼了一声 蹬蹬蹬地跑上楼 你看 我就说你们合不来吧 沈一白懒得理他 自顾自地去洗碗 他回来之前 他们明明相处得很好 隔天 我哥去公司交接项目 回来的时候被我缠上了 哥 你快说吗 沈一白在背后 到底怎么说我的 我倒要听听 自己在他们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哥被我缠得没办法 叹了口气回忆了一下 说你不乖 还挺嫌弃你的 哈哈 我哥的眼神四处乱看 就是不敢看我 肯定有所隐瞒 看来沈一白的原话 肯定不怎么动听了 我鼓了脸 气冲冲地回房 我哥以为我很生气 一直敲我的门 让我别生气了 我埋进了被子里 默默地掉眼泪 我哪里是生气 明明是伤心 我以为他是口是心非 没想到是真的在嫌弃 当晚吃饭的时候 我避开沈一白 一眼也没看他 他看他一眼 我就委屈地掉眼泪 我闷头吃饭 我哥瞪他一眼 殷勤地给我加菜 碎碎多吃点哈 我摇头拒绝 不要 吃不下 吃完后匆匆回房 我待坐了一会儿 到了平常他直播的点 想了想 还是点了进去 他今天居然没有开播 叹气地扑回了 软绵绵的床上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 还有这些年 喜欢他的点点滴滴 都在涌现 我将手机捡了回来 点开了那个隐藏相册 里面有他打球 比赛 还有平常跟我哥 他们出去玩的照片 大多数都是偷拍 可是每一张都很帅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 他肆意地笑着的脸 懊恼地用力点了点 你才不乖 我也嫌弃你 哼 不知道是不是背后 说人坏话 下一秒 房门就被人敲了敲 我猜想是哥哥 就下意识地 抓着手机去开了门 蛋挞 吃不吃 沈一白端着一盘 刚烤出来的蛋挞 香喷喷地在我眼前晃 欠揍得很 我咬了咬牙 我觉得是恶狠狠的声音 实际上有些软的委屈 不要 我说完就想关上房门 结果被他一手抵住了门 干嘛 今天这么不想理我 凶巴巴地 又带着一点漫不经心 他一手阻挡住了 我关门的动作 一手还稳稳地 端着那盘蛋挞 莫名其妙 我听出了他语气中 那微妙的无奈 我委屈得要命 你不是讨厌我吗 还给我做蛋挞做什么 那盘蛋挞整整齐齐的 肯定还没被我哥祸害过 沈一白像是被气笑了 低头只是我的眼睛 谁讨厌你 一天天地胡思乱想什么 我瞪圆了眼 没意识到 自己眼睛已经微微发红了 我哥说 你一直就不喜欢我 沈一白咬了咬后槽牙 呃狠狠地捏了捏我的脸 我从没说过不喜欢你 你嫌弃我 还说我不乖 这不就是不喜欢我吗 我用力瞪着他 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 他沉默了 捏我脸的手 在我眼尾抹了抹 好一会儿 他叹了气 说你不乖 是因为你从不叫我哥 李岁岁 你要不是讨厌我 就是喜欢我 对不对 耳阔隐隐发烫 发红 理直气壮的我垂下了头 不敢看他的眼睛 藏了这么多年的秘密 一遭被人揭穿 还是在郑主面前 我张了张嘴 不知道是该否认 还是顺势承认 我避开了他的目光 所以没看见他眼含笑意 然后不经意扫到了 我手机屏幕上 手机突然被人抽走 我回神 想起没锁屏的手机 还有停留在相册上的屏幕 沈一白 他低头看了两眼 然后把手机屏幕对我面前 别想否认了李岁岁 你就是喜欢我 可恶呀 他的愉悦太明显 让我心里发麻不知所措 我只好抢过了手机 恼羞成怒的关门 结果还是没关上 这次他端着弹挞 一手还住了我的腰 在我耳边暧昧的笑 小傻子 终于开窍了 我背后抵在了门上 眼前是贴近的他的脸 他手上还端着香喷喷的弹挞 暧昧的要命 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 猛的一下 搂住了他的腰 我闭着眼 生平第一次活出去 那你呢 沈一白 你也喜欢我是不是 他的怀抱跟我想的一样 高大温暖 让人安心 我贪恋这样的感觉 我听见他哼笑了一声 揉了揉我的后脑勺笑 这么明显还发现不了的话 那真是小傻子了 他脾气这么臭的人 天天给他做饭 记得他的口味 偶尔还做点甜品 对他永远有例外的耐心 跟好脾气 那份例外 从来都不掩饰 只有他们兄妹俩 一点不开窍 一个永远藏不住爱意 偷偷地躲在后面看他 一个大的咧咧 对他特地靠近他妹 毫无察觉 还生怕他俩打起来 沈一白搂着娇小的女孩子 想象到被他哥发现的样子 忍不住恶趣味地笑 我跟沈一白 在哥哥眼皮底下恋爱了 吃饭的时候相互无言 等哥哥一走 我们轻轻抱抱腻在一起 看电影 我歪了歪头 吃着他投喂到嘴边的爆米花 我觉得我哥知道后 你会被揍 一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沈一白亲了亲我的唇角 捏着我的手不在意地笑 那就让他揍我一顿好了 拐了人家的宝贝妹妹 被揍一顿直了 我俩遮遮掩掩的 终于有一天 在我哥忘记拿文件 回家的时候撞检了 那天学长又给我发信息 说带我玩游戏 我刚想拒绝就被他看见了 他猝地把我抱到腿上亲 但你还轮得到他 离碎碎 快给我个名声行不行 一天天地偷偷摸摸 他有这么拿不出手吗 我被他亲得缺氧 搂着他的脖子躲 就在这时 门啪哒的一声打开 我跟沈一白回头 我坐在他腿上 搂着他的脖子 他搂着我的腰 唇色红肿 一看就知道在干什么 沈一白 你个狗东西 把你的爪子松开 我哥班也不上了 重要的会议也不开了 一边揍沈一白 一边沈问我是不是被他哄诱了 我乖巧地坐在沙发上 讨好的朝我哥笑着摇头 其实 从你带沈一白回家玩的那天 我就开始喜欢他了 那时候沈一白还没有这一头红发 但光是大大方方地站在 那跟他们的爸妈打招呼 就已经将他迷得不行了 我回忆了一下那天 他穿着一身校服 单肩背着书包站得很直 但一双眼睛漫不经心的 在哥哥介绍我的时候 不经意地看过来 然后扯成笑了一下说 妹妹好 当时我就下意识地排斥妹妹这个词 我不想做他妹妹 我哥听了我的话之后 心疼地又给了沈一白一拳 你个傻丫头 要是早知道你喜欢他 我绑也把他绑回来 虽然他不懂暗恋的滋味 但看过这么多电视剧小说 肯定是心酸的 我连忙拦住他 哥哥你就别揍他了 沈一白揉揉肩膀 笑着安慰我说没事 他没敢说 第一次见黎岁岁 他就觉得他好乖 从小到大追他的女生不少 但从没有像黎岁岁这样的 一双鹿眼成澈 巴掌大的脸 怎么能漂亮成这样 可惜他不敢说 从第一次见面起 他就不敢说 他哥会揍死他是一方面 他太软甜了 共同的朋友们看笑都说 他这么凶感觉 能吓哭三个离碎碎 他哪敢再靠近 这次是个例外 也是让他惊喜的例外 过了哥哥那关之后 我们顺利的在一起了 他也在直播间里 公布了恋爱的消息 某天他亲着我的眼睛 右手扶着我的腰间 你什么时候发现 我喜欢你的 他就像缩在乌龟壳里的兔子 像是受到惊吓 就要红着眼睛哭出来 就像在某些方面一样 受不了就软着身哭闹 撒娇似的 让他更来劲 他的目光莫名地暗了下去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仰头亲了亲他的唇 哥哥说你起床气很重 但他走了之后 你天天起早给我做饭 还有那天跟林轩他们的宵夜 我听见他们说 我是你喜欢了好久的女孩 还有好多好多的细节 但都比不上他 看向我的眼神 一天比一天的藏不住爱意 沈亿白笑着亲了亲我的颈窝 呼吸都喷洒在我白皙的皮肤上 那天看电影 我问你难道我比电影好看 你说嗯 我听见了 当时我就很想牵着你的手亲亲你 好乖 好甜 好想亲 可惜怕吓着他 让他刚出乌龟壳试探又躲回去 好在现在不用怕了 男人笑了笑 一吻落下 深深切切 转为更猛烈的攻下城池 全闻完